因為疫情的關係 許多遊戲的開發進入都受到了影響 不過英雄聯盟還是持續的在推出新英雄 先是公開了新的打野角色莉莉亞 還有傳出下一隻英雄好像是雅蘇的兄弟優寧 拿雙刀的造型好像也蠻帥的 趕快跟著我一起滑起來 昨天清晨英雄聯盟公布了新造型系列 零花技 以及新的英雄羞澀零花莉莉亞 莉莉亞的定位是打野 被動技能是附加夢境之城 會在一段時間內 對目標造成一定比例的魔法傷害 至於QWE技能都是魔法傷害 許多玩家都認為玩家應該組Q技能 而且附帶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至於大絕柔成夢瑤 看起來是很好的開戰技 只要目標被打出標記 搭配柔成夢瑤 甚至可以達到指定目標全地圖睡眠的效果 另外隨著新造型系列 零花技的推出 有玩家發現雅素的美術圖 水面倒影似乎並不是雅素 推測下一位英雄應該是雅素的兄弟 優內 也有人使用拆包的技術 看到瑟雷西的零花技造型 有跟優內對話的台詞 看來第150個新英雄 是優內的機率非常高啊 莉莉亞應該會在近期正式上線 至於優內何時會正式公開 那就請大家訂閱電玩宅蘇沛 掌握英雄聯盟的最新資訊喔